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我是膝头 今天做我们的节目是时事评论员 路桥女士的路桥老 你好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中国大陆的一些现象 白子革命之后很快看到了 180度的防御转弯 也就是说 解封 现在白子革命之后也看到了 烟花运动又出现了 烟花运动之后也很快看到了 包括北京在内 很多地方 都放宽了防烟花的时间地点 各种要求 似乎都在放宽 在这种情况之下似乎有点奇怪 中共一向以来都是以斗争精神为主 这几天又看到人民日报又述报纸 要斗争精神 但是现在看到的情况 在退让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是不是中共良心发现 需要 给民众一个交代 退让一下 是不是因为地方政府的警察 警力不足 或者他们 都在染疫 所以值班人数不足 而作出了退让 那种种的迹象似乎是 看到了 不是中共以前的做法 为什么会这样 今天请露却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根据《华尔街日报》 前几天有一篇文章 讲到 它是引述中共的 高官透露出来 为什么会终止清零呢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为白纸革命或者白纸运动 中共是有害怕的 就是习近平是怕有动乱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根据几个部门的 紧急的报告都说 现在的情况 那个财政的情况是很差很差 因为这两个原因 所以就是开放 对于为什么突然间 从清零到完全开放 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但是我觉得都是很值得参考的 不过从不同的说法里面 我们都找到一个公约数 就是的确白纸运动 对习近平这次的 一个这样的决定 是有作用的 刚才石头也说了 烟花运动 就在各个地方已经有一些叫做禁放令 是有条件的情况之下 就给一些人 就是放烟花 或者是烧炮掌 之类 烟花和炮掌不是完全一样 不过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比如说在固定的地方 固定的时间 只能在那些地方 和那段时间做之类的 本来来说 中国大陆很多地方是禁止的 就是为了环保原因 或者什么原因 一直都不让人这样做 现在开放 那就大家想一下 是不是前一段时间 大家 那个烟花的抗疫有效呢 我觉得是有效 是吧 如果大家都发觉 很多地方已经是在开禁 就是有效 不过中共 其实他们是很知道 他这次开放这个烟花 是有风险的 有风险? 有什么风险? 又怕他们人群聚集 又在这儿搞事? 有两个风险 第一个风险 就是人群的聚集 中共对任何人群聚集 都非常敏感 第二就是 这次大家去烧炮掌 也好 放烟花也好 他们不是真的去慶祝 他们是去发泄的 我听说有些地方 今天已经是1月6号 在北美1月6号 还有很多在中国大陆地方 还在那儿烧 这个是非常不尋常的 因为1月1号已经过了 如果再烧 可能是到农历新年 但是问题是现在 很多人一直都在那儿烧 所以这个都不是容易被中国共产党吞得下 不过他没办法 你说得对啊 老乔真的没办法 现在很多人在网上要求 农历年时都要放 所以这个情况 中共吞不吞得下去呢 这个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可能都要吞的了 现在很多人讨论 究竟要中共真正的变 就是它下台 人民的民意所向 民心所向是很重要的 但是有很多的讨论都说 正是靠民心可能不足够 更加重要的就是体制里面 各的阶层都有人觉醒 这点就会促成全民都是 连贯的有很连贯的有一个共识 是这件事就最容易令到中共倒台 这种现象以前可能不容易 但是现在因为个个都受苦 这一段疫情 所以有可能的 那你有什么观察党呢 老乔 我们今天就想说一下 在体制里面 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从这个白纸运动 以及到这个烟花抗疫 我就觉得第一线的人 官员 或者第一线的政府 已经有这样的协议 怕怕的那种这样的表现 所以他们才会改变 他们才会遷就 会上书中央 要中央改变 这样改变 第一线的人是什么人呢 通常我们说第一线就是公安 警察 城管 街道委员会那些人 潮阳大妈 或者前一排的大白 这些人都是跟人民最接近 也是中国共产党利用的最前线 没有了这些人 中国共产党就什么都做不了了 但是这一批人是很庞大的 他们是很本地的 很知道本地的情况 跟人民也都很近 因为他们的隔离邻居 他们就是警察 隔离的邻居就是人民了 就是这样 所以这些人 在这种三年之后 特别是这次突然间开放之下 是他们最容易去觉醒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这个是不是一个理论呢 我觉得都不是一个理论来的 第一就是说 第一线的人现在怕了 他们怯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感受到那个民意的强烈 和情绪的强烈 他们知道如果他们继续去镇压 跟人民对着干的话 随时有一大群阳阶会出现 阳阶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他 他就曾经受过委屈 然后跟着他进入公安部门 一个警察局里面 亲手就杀死了几个警察 这个就是阳阶 他们知道如果他们再跟人民去对抗的话 阳阶群可能会出现 这个是他们自己知道他们的生命 他们的利益的最重要的一项 就是他们自己本身的生命 利益的最重要就是保护他们的生命 这一项如果他们是跟人民继续去对抗的话 这一部分是会被触及的 对他们自己的生命 对他们家人的生命 真的可谓切身利益 就说回人民的对抗来说 中共其实都是很矛盾的 他知道如果他不让步 就会有很大的事情 特别我说了这些革命也好 抗议也好 运动也好 他很可能是用一种百花齐放 全国各地不同的诉求 随时出现一大堆人群聚集 接着就不见了 中共来说无论他多大的维稳团队 他都无法应付人这种这样的抗议方式 但是他知道如果和人民对抗 中共的后果很严重 但是如果你让步 那些人又会觉得你是可以欺负的 可以逼到中共让步的 他们就会更加厉害 所以就是一个对中共来说 是一个恶性循环 就是这样的情况 但是他都无法的 这个就是第一线的 我刚才说到的就是第一线 现在知道他们的生命 如果他们继续去做 他们的最大利益就是 他们的生命可能会受到影响 所以他们寧愿躺平 让步 或者是假裸看不到 或者不是那么尽力 就是这堆人 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他们本身 其实都是平民百姓来的 他们在譬如疫情解封之后 他们的小孩可能只有三岁或者五岁 突然生病消四十度 但是都没有药 没有退消药 或者自己的祖母 父母 这样有病 又进不了医院 就是他们本身 其实是很低下阶层的 那么他们都是受害人 他们第一手 也是第一手 跟其他人民一样 是感受到 就是整个政策 对他们自己的生命 还有对他们自己的家人的生命 是有多大的危害 这个第二个 那么第三个就是 就是习近平一直以来 就是非常之是注重这个中央集权 基本上地方没有什么权力 他所有东西都拿在自己的手上做的 一切都由他指挥 由他控制的 那么很多的官员 这些官员就未必有人一线的 就是地区里面的各层的官员 很多时候就是唐平就说 你喜欢这样说 你喜欢这样做你就做 你带权独栏你就做到够了 我就是乖乖听你说 但是你要我怎么样 再尽心尽力就难的了 我就是基本上做了我的事就算了 因为唐平已经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 那么现在来说就更加了 就是地区官员经常觉得自己是磨心 在中间 中央要他们这样做 over night 一晚之间就可以 整个政策朝令夕改 变到180度 那些人民又恨到地方政府不得了下 其实那些地方政府都觉得很委屈 就说关我什么事 就是在上面叫我做 所以就做磨心 那就很难做人的 我们很多人都怎么说 在我们工作里面 如果整个公司是朝令夕改 又怎么做 是没有可能做的 在很艰难的情况 比如清零期间的时候 清零期间的艰难 现在解放了就解放了的艰难 都觉得这帮这样的地方官员 或者是特别是第一线维稳的 就觉得自己是人抗来的 最近有个名称是叫人抗 抗石的抗 抗石墙或者是抗产的那个抗 意思就是说自己是完全是政权的工具 是被它利用到头 然后最后当是赤子那样扔的 那就是第一线的这些特别维稳的人 是特别觉得自己是人抗 因为就是有些什么事 就是他们什么 就是走一走先 死一死先就是他们 他们的工作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除了是为了生存 保存了这个职位之外 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工作里面也有很多的压力 不公 有些很贪腐 很多其他的情况 完全是违反人性的 所以当这帮第一线的觉得 我为什么要为你这么效忠呢 我得到的是什么东西呢 什么都不是我令人 最基本最基本的 小小的人性和人的尊严都没有 我为什么要为你效忠呢 所以他们其实心里面 就会很容易就是反叛 现在情况就是这样 我上一集讲到 中央和地方很多时候的口径不一的 中央有中央讲 地方有地方讲 这里你说死了七个人 我这里我立刻爆料 我一天就有五十万人染疫了 五十万人染疫 怎么可能只有一个人死 或者两个人死呢 是吧 所以现在这种情况其实已经出现了 没有人是真心为中共去考虑的 还有些地方官员 特别是低层一些 他们看到那些高层的那些 这些高层的那些又不同 这些高层的官员 他们真的有很多好处的 是吧 贪官污吏 他们赚了很多钱 接着这些钱就运了在外国 太太啊 妮娜啊 小孩子都送出去 接着他们要走 也有几本护照 随时都可以走 或者现在没那么容易 但是都是容易过他们很多啦 是吧 另外有很多呢 也都是那些高官呢 就最近有一个叫途日式辞职的 这样的一个名词 意思就是说他虽然在那里做官员 但是他利用在职的期间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自己谋福利的 比如说已经没辞职 就已经是计划好以后退休 就和其他人开公司啊 为亲朋戚友谋一些好处啊 但是这样做的这些是完全是基于他现在的职位的权力 就是这样 或者他跟人家有些生意的来往啊 但是说明 退休之后这笔钱你只是给我 大家讲得很清楚 我退休之前呢 我怕别人说我贪腐你不要给我住 我现在跟你做这笔生意呢 我退休之后你给我 种种的方式 那这些高层还有一些好处啊 但是低层那些什么都没有 那你怎么搞呢 我为什么要低层什么都没有 我拿一条命出来拼 有什么动乱我才死 是吧 我也都见到我的家人旁边的人 个个都是跟其他平均百姓一样这样受苦受难 然后跟着我是人亢来的 我是随时被人家怎么说啊 要背光那些祸 另外呢就是走一走 先死是死先的那堆 一点意义都没有 我的工作是一点意义都没有 那再加上我付那么多代价 但是我的得到的东西跟那些高官上面完全不可以比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们那个反叛的心已经出来了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呢 就是开始地方政府没有钱了 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那些大伯 出来抗议说别人欠他的薪水 那这些大伯其实就是维稳的工具来的 而抗议出来的这一群 多数就是那些所谓的 就是臨时请回来的 本身又不是公安 本身又不是医生 不是那堆 是臨时请回来去镇压其他人的 就是这堆的大伯 用完就赤子地被人调 就没有钱给 所以他们出来抗议 在2021年 我们已经看到很多的报告 其中有一些是来自中共的门户网站 比如网易就有一篇文章讲得很清楚 就是这个是2021年的时候已经 就是公务员是大范围地降薪 所有的什么补贴啊 津贴啊 其实那笔钱很多的 跟香港的公务员都一样 就是你的holding的subsidies 都是很多的 他们都一样 很多的这些津贴啊 这些bonus全部都没有了 而且要降薪 那这篇文章一出之后 大家就知道中国共产党是没有钱的了 如果有钱的话 就不会对自己人开刀 说明公务员你不是党员你都难的了 就是绝大部分 可以说95%以上的公务员都是党员来的 那公务员本来就是人眼中的 铁饭碗中的铁饭碗 那这个铁饭碗都会有这样的待遇 那大家都知道一定是中共没有钱的 那而公务员降薪在什么地区呢 是最受到冲击呢 反而在那些是最富庶的地区 比如江苏啊浙江啊 广东啊福建啊上海这些区 是最受到冲击的 但是很有趣的就是 这帮这样的公务员就没有人同情的 大部分的人都是支持要降他们的薪水 甚至要裁减他们 平时这帮人是可以说是既得利益 也是特权阶级来的 有什么事呢 是没有人同情他的 那这个是一样的 就是没有钱了 政府没有钱了 没有钱? 中共不是说一个很有钱的吗? 金融储备还有几万亿的吗? 那为什么政府没有钱呢? 这个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不过我都很快去讲一讲 首先没有钱到什么地步呢? 这个就包括了中央政府 根据彭博社的分析 它说去年的头头的11个月 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赤字 那些债贷是达到7万亿元的人民币 7万亿元就差不多9千多亿的美金了 是创了历史新高 有些的证券交易所 还说不止7万亿 说是10万亿 那就不知道了 大概都是很厉害的 那最近也都说了 就是中共前一阵子刚刚说的 要用1万亿人民币 来发展晶片的 这个晶片大跃进 但最近来说 听说因为没有钱所以放弃 所以中国穷就是事实来的 这个穷 我说的穷是中国的中央政府 和地方政府 那地方政府一向来说 都是靠买土地 那它拿到很多钱 第二就是靠借钱给一些人发展 那从中也都拿了一些钱 它和银行一起做这件事 就拿一些利息 但是最近来说 就可能很多人还不起了 所以对地方政府来说 又卖不了土地了 又拿不回那些钱 所以很麻烦 那有些地方 政府自己直接投资 那这些都是捉蓝打水一场空的 就是你过去两三年投资 你是拿不回的 那再加上就是百业萧条 那地方政府是靠税收的了 如果你百业萧条 你的税收都不行 不过最大的损失 仍然是来自土地 因为土地根据统计 是占了地方财政的百分之四十的 那么重的 那那里不行 就很多地方都不行了 地方政府没有钱的话 就会影响到方方面面的开支 那究竟还影响到哪些方面呢 那我们这个节目的完整版本 将放在干脏世界的会员网里面 大家可以去干脏世界的会员网 去看一看的 那干脏世界的会员网 就是相当于之前的 希望之城 现在就是平稳过去干脏世界的会员网 所以你之前是 希望之城的会员的话 是没问题的 你点击照样可以进去 只是新的朋友 你就点击下面 干脏世界的会员网的链 就可以去那里订阅 记得去干脏世界的会员网 这一节就到这里 感谢观看